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法西斯分子残酷地利用人体 进行疯狂的细菌实验活动 为其罪恶的战争目的服务 而今天 21世纪 有人却为了经济掠夺 不惜杀戮儿童 剥夺他人生命 用人体器官进行所谓的生物研究 这是对社会文明的严重挑衅 对人类尊严的公然亵渎 对人类尊严的公然 对人离开 战争的伤能 三十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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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敏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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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敏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敏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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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敏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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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罗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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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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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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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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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架